霹雳啪啦伴隨煙霧火焰 並不是有人在玩炮竹 而是林地起火 整片竹林燃燒 空心的竹子接連爆開 農煙不斷從林地竄出 火勢也迅速延燒開來 南投草屯的平林地 8號早上9點多又起火 這一次燒起來的還是國有林地 8月60名的消防人員到場灭火 但近期缺水 附近又沒有水源 有熱心民眾提供水池 讓消防車抽水打火 這基本上抽不乾 因為他一直抽 他會一直補 了解 剛才他們本來要抽水稿 但水稿如果抽下去 一根就沒有水 含刷頭都會抽抽起來 了解 所以我先說這裡 車也會放進來 我主動救他們來這裡 最近幾天氣溫干熱 林地燃燒面積超過5000平方公尺 等於是燒掉了11個籃球場 除了林屋局派了7名森林護管員 前往借戶並且協助滅火 就怕燃燒到一旁民災 還申請了空氣直升機 直升機掛上水袋 到距離草屯大約20公里的日月潭取水 回到了林地救火 直到下午3點 已經大範圍控制住火事 消防也不敢大意 仔細確認 避免再次復燃 7月的新聞存在歸程 我為李蔡英娜投場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活內外大事